其實這三個詞更重要的 我還是在後面一個追隨 追隨 追隨 因為說得不好聽的話 追隨如果習近平哪一天 喀崩了的話 你是不是也追隨去神仗啊 但是這個我覺得倒是沒有 這個應該是沒有這種保駕護航的意思 因為以廣西的這個份量 它是更不夠的 包括區委書記的 它這個份量的更不夠 但是後補這個什麼好 是後補委員嘛 是中央委員 所以講這個以他的份量 我個人判斷 是個人投機群人更大 因為習近平在他的選區嘛 要做一個 這個對他來講 是有一種 是做的這個天堵駕駛 有一種很榮耀的感覺 所以要做一種表示 但是就是說 確實實上剛才福平先生講的 就是當年這個李鋒中講的那個什麼 絕對不終結 終結不絕對就絕對不絕對 後面我們並沒有看到 當時以為很多人 這個審議書記也跟隨 但是並沒有看到很多的跟隨 所以這的話 就是我認為是 例如像上官民所說的 這樣這個所謂擁護黑心啊 這個擁戴黑心啊 捍衛黑心啊 上官民講的 這個這個話呢 它基本上 我就在認為它是審制裁面 各個領導都會講 各個領導都會講 但是像劉寧這樣的講 是擁在捍衛這個追隨接種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講起來 可能還是 還是不會太多的人會會講 畢竟這個的話呢 不是放在這個 這個語論大眾的這個 這種簡直之下 這個會對這個官員本人來說 會覺得是 不是 我們是 會被語論點點 直直點點 也會被他的同僚是看不起 雖然當民不罵你 背後是會罵你的 所以就叫做你這個 六十拍馬也拍的太過了 但是那種 冠冕堂皇的大皇席的 大家都講的是 我黑心基睿的 擁在基睿的 這個話是必須要講的 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話講 它也不是說 以哪個領導人來講 而是以一種會議的形式來講 所以你也不知道 這個 這也算是一種 某種意義上來講 也是地方官員的 一種交差的行為